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没有疫苗的时候 开始打疫苗的时候 2020年12月7号 英国开打 12月14号 美国开打 在它开打之后 创造了几乎最高峰 在西方社会 疫情的最高峰 包括以色列 疫情的高峰都在2021年的1月份 2月份 你不信你去查那个表 然后等到了2月份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说了 这一针过完两个月不好使了 有点下降 得打两针 和以色列率先打两针 2月底 3月初 率先打两针 3月9号 辉瑞的老板要去以色列 没去了飞机 3月9号没上城 对不对 他只打一针 以色列要求两针 这故事咱都记着 然后在要求两针的背景之下 到了3月底 以色列开打两针 然后大概他已经推出疫苗护照 所以那时候说 疫苗护照从一针的要求 就逐渐变成两针 4月初 印度变种病毒就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人就是很蠢 真的很蠢 真的很蠢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人们被科学给旷在其中了 我昨天说文字的问题 我说其实真正才不写字 有朋友说这个也写字 那个也写字 是 老子的道德经 真正我们看到佛道神里头 只有老子道德经留下来 老子道德经留下来 留给谁了 留给了首官的将官 而佛家没有 释迦牟尼佛是后来 他离开之后 缘寄之后 他后来弟子写的 所有的圣经都是后来人写的 对吧 是耶稣的后来 有这个这么写 那么写 实际上不是他们自己写的 就是说不是他们自己留下来 只有老子 你知道为什么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讲过 说人精气神 以精化气以气化神 是指肚脐之下两指 丹田这个地方 这地方既是神体又是人体 对吧 那个 那我们就男人为精 女人为邪 女人女人怀孕时代 都是这地方 但是反过来 真正的修行的人 在丹田上修出真正的好东西 修出你的世界 也在丹田上出水 所以到 而真正修出的东西 不就道家说的反本归真吗 所以 小斧之下 人们的下三路 既是神 又是人 相生相克 所以只有老子留下了真东西 而老子的道德经 只有五千年 留给了人 人怎么去理解 那取决于人的境界 他用了文字了 但是 有几个人能看得懂 道德经 问题在这 其实 我们讲 我讲述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局限在框架里头 不要局限在文 所谓的文化里头 为什么嘲讽的屁打头来 你把自己全毁了 真的 那现在能这么讲 节目不多 反正你爱听不爱听 都看我节目 大家遇见是缘分 你怎么做 随你便 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讲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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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 我只是珍惜每一个与我相遇的朋友 真的 人一生走过来 我个人就我个人来讲 见的故事太多了 见的故事太多了 从文革八九六四开枪 那个整个没有见过这么邪恶 一茬一茬的人 热血一茬一茬人都卷进去了 八九六四怎么样 那么多人卷在里头死在现场 那现在你看看 当初走过来的很多人 那么去义愤填庸的人 当他没有真正的信仰的时候 他们对待中共的态度 只有仇恨 恨 而这一份恨 是很容易被金钱买走的 有一个人跟着 有一个人跟着巴菲特 那是当初学运的领袖 在天安门广场 差点死的人 他现在可以自由出入北京 所以这就是很大 那你说 你说他们分道扬镳 你说什么都成 那死了多少人呢 那那个抗议的时候 那个场面几乎我天天都去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那疯狂的 我在家里印 家里有人去印那传单 印完传单就在府邮街那发 府邮街十四路公共汽车 望里C 在这个 在这个西安门大街上走的是 五路汽车吧 东五路 四路 电车那是 到东大桥的 东大桥那再接奔九千桥 那往那个车厢里C的时候 人们那种亢奋 激动又有新的这个最高指示 又有新的这个 这个那什么了 传单了 所以很多朋友是这么毁的 其实很多给我留言 看我节目的很多朋友 都是很多年轻的 没经历过 我昨天那个节目 我找那个车队 那个电影 对很多朋友根本就没看过 那七八年的 到现在多少年了 44年了 你50岁的人今天你都没看过 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电影 我其实当时讲的意思 我说这个圈画圆了 谁知道是出车队了 最后车队把这圈画圆了 所以那个车队那个那个里头就是抗争政府的 就是抗争 完全是抗争政府 很有趣很有趣 我讲的 我跟大家分享是说 我们命运之间的相互联系 以不同的方式 甚至你不喜欢 以不喜欢我的节目的方式 又不得不看的概念中 你指定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说你应该那样 你应该那样 我其实被我嘲讽的都是高级动物 你高级动物你觉得骂你吗 我们读书是这么读的 我自己读书也是这么读过来的高级动物 对不对 只是在后来才意识到这是错的 你用自己的高级动物的思维灌输自己的思想 我跟你解释 思想是最邪恶的 境界是最至上的 共产党教育的方式 就是用人塑造思想 摧毁你生命的境界 毛泽东是思想的 习近平是思想的 还有谁是思想的 凡是称思想家的 都是骗人的 他用人的肉身所灌输的文字的一切 去取代了你永远不死的灵魂 所拥有的境界 我可能只不过是想跟大家有这么一份境界的认识 所以大家随缘了 那这个东西就是笑话咯 对不对 我刚才解释这个东西就是笑话咯 在印度变种病毒出来之后就开始打第二阵了 而以色列走在先了 在大爆发的时候 印度的自己的风俗习惯满街都是那样的人 包括大氧气瓶的时候 那么去报道的时候 给多少人都吓坏了 给西方人全吓坏了 就拼命打两针 对不对 那打两针又是犹太人就开始等到了三 不解气到了7月30号就开始打三针 我当时跟大家解释没了 打完第三针没了 而他打第三针的时候 北美跟欧洲开始打两针 意大利 法国 德 荷兰 奥地利 就开始 英国 就开始实施说 只有两针才叫疫苗护照 对不对 在疫苗护照改变之后 他不叫打两针 对不对 他叫完整接种 这不都是有文化人在骗人吗 你就是两针呢 什么叫完整接种啊 外头淘气找女人 第一个女人叫爱情 第二个女人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情 都是干这点屁事嘛 只有骗子才会在文字上动手 所以他叫增强计 增你个大头鬼 你得打三针 做人这么坏 做人这么不老实 都是自以为读书的人 难道不是吗 两针 打完了三四个月 以色列说了不管用 所以他他三月份开始打第二针 然后他七月三十号必须打第三针 读书的都傻了 你没有尊严 你没有尊严是你以为自己有尊严 你只有自己的脸皮 却没有自己生命境界的尊严 你不能用自己的以为的思想去代表自己的生命境界 这真正是魔鬼统治世界让每一个人自身产生作用 而改变自己对自己尊严的认知 完全就集中在贪欲上 思想跟欲望 肉欲 受欲是等同的 都直跟在肉身上 希望朋友能理解了 所以我讲他就是笑话了 只不过重复着曾经重复的所有的古老的故事 这一年来古老的故事 所以在他打第三针之后 四个月之后没用了 两个月之后就开 两个月之后开始完蛋了 对吧 到第四个月就基本就不太好使了 但是他说呢 对住院的保护还是管用的 你翻一翻打第一针的时候 2021年 1月底 2月初 你看看 疫苗不是这么的 但是疫苗对重症跟死亡是非常管用的 等到了3月底 4月初 印度变种一出来之后 不灵了 打打两针 两针是非常管用的 可以你不死 你不放屁 你不打针 你不这个 你不打 你肯定不鸽屁着凉大海棠 鸽屁着凉大海棠 北京话就是死了 那时候说林彪死了 叫鸽屁着凉大海棠 你说为什么 没什么为什么 就是图语 你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从小孩穿开装裤子的时候就这么说 所以他就这文化是这么来的 那他就又延续下来了 又延续下来了 然后以色列人说不好使 开始打第三针 9月12号到15号 以色列用第三针才叫疫苗护照 没有疫苗护照 大的环境都不能去 但以色列有三分之一的人 坚决什么都不打 他死多少 以色列有三分之一的人坚决不打针 他死亡率是多少 他的传染率是多少 他这个国家没灭种 大家要明白 真正你想知道没打针的人对这个国家的影响 你看以色列 他没影响 怎么那么蠢啊 加拿大 百分之九十多成年人打两支 OK 九十二十九十三 新加坡 韩国 日本 你看看他们 你再看看以色列 都是百分之九十几 新加坡恨不得到了百分之九十八 只要 除非他打针能给打死的 他不敢打了 剩下全打了 以色列打两针的百分之六十六 百分之三十四坚决不打 打一针的百分之六十七 我问你 为什么以色列这么大比重的不打针的 却并没有给以色列国灭掉 你们问自己 读书的人 科学家 家你个大头鬼 这故事就基本上这么个故事 它重复了一个悲剧 疫情一年多 在西方社会完美的嘲讽了科学 完美的嘲讽了科学 验证科学家全是骗子 我真的不开玩笑 你的欺骗不是说 你那个东西不对 而是说 你认知的东西太窄 就卡在中间上 结果我们现在遭遇的是 魔鬼在统治着世界 我们遭遇的事情的范围 远远超过你认知的范围 所以你就变成了是欺诈了 你看我节目 你只能看上半诗 对不对 那我的身体还有下半诗呢 那我做节目 下半诗露出来不好看 所以就这么桌子一挡 上半诗 六月你说吃草就这上半诗 不是 他现在真实的状况高 就得这么说才能听明白 希望能听明白 我只能这么讲 现状 疫情现状 没有什么太多的更新的 就是有关解除这个限制 我们看不到任何东西 那CNN的是两天前 这是刚新啊 两天前的 两天前在在等待着说 有可能 我刚才看到消息呢 应该是有说法 就是说 有可能他在明天或者今天 美国联邦政府会宣布改变策略 改变就是会放松的 一些欧洲国家 这些我们都跟大家报道过了 那最新的一个是挪威 昨天挪威宣布取消所有所有东西 下面就没有什么了 一天一个星期前的四天前的 一个星期前四天前的都是指的欧洲在解除管制 基本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任何非常更新的内容 没有 那比较更新的呢 就是说有一些问题 就是问题就是你现在把把这个限制取消了 这是你这是福克斯新闻网的限制取消 到底是出于政治这么做呢 还是出于科学这么做 这是个问题 但我眼睛里就是个小孩 真的是个小孩 你现在的所有决定是政治还是科学 都打着科学的名字 那科学是什么东西呢 对吧 这其实很不好说的 这篇文章在讨论最左的地区之一 就是芝加各地区有关有关 就是放弃限制的概念 这是英国的卫报 他说呢 科学家说了 下次再来的时候 可能会可能会杀死很多人 科学家永远这么说 科学家到现在没认明为这东西在哪 我说你心里话 他们谁也不敢说 这是就这一波风潮 是因为打针引起的 我们可以查 以色列有30% 以色列有30%没打针的 对不对 那好咯 在他新的数据当中 打针的跟没打针的占多大比例 你可以查出 在美国有每天最多染了148万确诊 我们看到了记录 他再也不分哪些打针 哪些没打针 在为什么 到底是打针的传染给没打针的 还是没打针传染给打针的 在加拿大 没打针哪都不能去 所以政治家没有错误 科学家没有错误 我们今天遇到的是高级动物呢 在魔鬼控制下 在魔鬼控制下邪恶 魔鬼是真的 不是你嘴中宣泄 这些仇恨的行动词 不是的 我就跟大家展示这个概念了 就说就目前来讲 几乎都在讨论 要取消 取消所有管制 那这是福布斯呢 他就讲说 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走出了大疫情 因为在美国在欧洲的部分地区都已经 这个取消管制了 这是两天前的 所以基本上没有 我跟大家解释 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更新的 那就我个人体会呢 他有可能下礼拜 大规模的 我们会看到大规模的解除管制 就像我们看到第三针 过四个月就取完万 他连完结的时间都差不多 都是四个月 所以他们知道 科学家是笑 科学是笑 疫苗是笑 但他们绝不能认错 认错国家赔偿是受不了的 因为他们太爱钱了 太爱自己的名望了 太爱着后边挂这一串屁了 其实他就是 以这样的方式定位了 今天的人类 没有任何 就是整体 没有任何重生的机会 只有个体的自救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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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